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况 你将这诚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幸 弟兄姐妹平安 虽然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 花香常脈 但是祂应许我们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定如何 让我们今天早晨 打开我们的耳朵 聆听祂的声音 我们一同来敬拜祂 开我眼 得以看见祢的荣光 与我主面对面 开我耳 得以听见祢的声音 使我灵杯更新 我照顾 向祢祷告呼救 请神请礼祢的真实 祢同在 地心向提升我 用祢大恩来触摸我 祢是有真有火的救助 祢在尽在 以后永在 尽为相付与祢的全能 祢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请愿见祢 不知时空万有灵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直到这恩赵有何能知望 请愿见祢 不知时空万有灵 甚至祢同在永不离开我 终于星星向前走 开我眼 得以看见祢的荣光 与我主面对面 开我耳 得以听见祢的声音 使我灵杯更新 我张口 向祢祷告不求 请神经历祢的真实 祢同在 地心向提上我 用祢大能 来触摸我 祢是有真有火的救助 实在精彩以后永在 尽未相付于祢的全能 从未翻唱 你提 Deus 祢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祢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请愿见祢 不知是风味有祢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从而心心向前走 请愿见祢 请愿见祢 不知是风味有祢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直到这恩教有何能指望 请愿见祢 不知是风味有祢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充满信心向前走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充满信心向前走 主啊 祢是耶和华沙玛的主 主啊 祢是与我们同住的神 主啊 祢永不撇下我们 祢从未离开我们 主啊 虽然这个世界 好像幽暗遮盖大地 主啊 主啊 但是在祢的同在中 我们总是能见到真光 主啊 光进来黑暗就要逃跑 我们向祢仰望 让我们一生有耳可听 有眼可看 听我们的祷告 悦纳我们的敬拜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不只是风味有这位主 我们也不是对他就有一些出浅的认识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越来越认识这位主 让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祂的身上 建立在祂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上面 让我们越认识祂 越爱祂 越能够坚定地信靠祂 让我们在今天早晨 我们也就由主的话语来认识这位主 也来明白祂的心意 然后来向祂祷告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第九章的几处经文 第一章 第九章的一到三节 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错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第十到十一节 他们对他说 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 他回答说 有一个人名叫耶稣 他或你抹我的眼睛 对我说 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去一洗就看见了 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所以法利塞人第二次 叫了那从前瞎眼的人来 对他说 你该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 他说 他是个罪人 不是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 我知道 从前我是眼瞎的 如今能看见了 三十五到三十八节 耶稣听说 他们把他赶出去 后来遇见他 就说 你信神的儿子吗 他回答说 主啊 谁是神的儿子 叫我信他呢 耶稣说 你已经看见他 现在和你说话的 就是他 他说 主啊 我信 就拜耶稣 主啊 我信 我敬拜你 主啊 我信 我爱你 我要跟随你 耶稣 我信 即使 有许多人 有许多的声音 在拉扯 但是 我要说 主我信 你是 我要敬拜你 我这一生 我要为你而活 今天我们读到的 这段经文 就讲到有这么一个 生来瞎眼的人 耶稣 从圣经出来的时候 他经过那里 看见了他 我相信耶稣 从那里经过 绝对不是件 偶然的事情 耶稣曾经说过 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父要他做的 他才做 要他说的 他才说 他看父怎么说 怎么做 他就照样而行 我相信 父要他从 那条路上经过 也要他 遇见 这么一个人 遇到这个人 做什么呢 门徒们也看到了 这个生来瞎眼的 他们就为耶稣讲说 老师啊 这个人啊 他是生来就瞎眼的 那是谁犯了罪啊 他爸妈妈 人很容易 在这个知识善恶数的 影响之下 对很多事情 都自作聪明的 我们对一些事情 很容易提出 我们的看法 对那些不幸的事情 我们也想找一些 答案来解释它 很像约伯 他的三个朋友 当看到约伯遭灾的时候 遭难的时候 他们对约伯解释 一定是 你有问题 他们不知道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一切事情当中 要彰显的 要彰显的 是这位伟大 奇妙的神 他的慈爱 他的良善 他的信实 他的公义 但是我们人 很容易 我们就用自己的眼光 自己的思想 去判断 导致错误的结果 耶稣回答他们说 都不是 不是这个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显明 神的座位来 在这个人身上 显明神的座位来 这个真是令人 压抑的一个回答 显明神的座位 是什么呢 照这人可以看见吗 可是这个人 眼睛都是瞎的 生来就是瞎的 如果我们想解决个问题 我们想彰显神的荣耀 有什么想说 有一些因难杂政 我们主啊 我们奉利的名 然后要使他如何如何 成就了 感谢主 我荣耀归给神 有些实在是太难了 生来瘸腿了 生来瞎眼的 可能我们逼之为恐不及吧 是的 有些事情 如果我们想写明 我们自己有些什么的话 碰到这些事情 就告诉我们讲 都省省吧 除非是一个神的同在 除非是神自己的座位 要彰显这位信实的神 他的荣耀 我们看见耶稣说 要显明神的荣耀 神的座位来 然后就告诉 这个瞎眼的说 接下来他做的 这个所做的 就是他就 土唾沫在这个地上 然后呢 就用唾沫的霍泥呢 就抹 这个瞎的眼睛 然后跟他讲说 你去往西罗亚池去洗 那个人呢 他就去了 这希罗亚池的意思 希罗亚意思是 奉差遣的意思 他就一洗 他就看见了 后头他就 他就看见了 很奇妙的 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 耶稣说完 没有再跟他们解释许多 他就做了一件 创造性的事情 从来没人会想过的事情 那个唾沫吐在地上 霍了泥 去抹那个人眼睛 跟他讲说 你去西罗亚池的 你去洗 所以你会 从耶稣的动作 你会想到些什么吗 神在创造的时候 神在造人的时候 神想说 用尘土在造人 然后吹一口气在他里面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那个尘土 你吹气不得散掉了 我相信尘土 一定是霍了水 是有个形体在那里 然后在吹气 在他鼻孔里 他才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 那个水 我相信 这是生命的活水 从神宝座流出来的 是从他口中所出来的 主的话语 他就是灵奶 他就是活水 耶稣 不是我们一般人 好像我们的口水 我们流口水没有用的 但是出于主的 他是完全跟神 阿爸父心是对齐的 父的心就是他的心 他的心 与神对齐了 他所说的话 所做的一切 都是父要他所做的 你看到 那个里面 那位创造的主 在他的身上 彰显出来 就是创造性的作为呢 然后 抹他的眼睛 很多人 他当时可能看不懂 特别是耶稣 在讲下面的话说 你去到西罗亚之地去洗 还要走一段路呢 不是当下 你旁边谁有水啊 借点水来 给他洗一下就好了 现在弟兄姐妹 好奇怪 可是你信还是不信呢 对于这个 生来瞎眼的人 当耶稣做这些动作之后 跟他讲说 你到西罗亚之地去 你要走一段路去 你去还是不去呢 你会把那个泥 磨在眼睛上 你就能难受 你就干脆把它甩掉了 还是旁边有水 水瓶的水 就把它在当下 就把它洗掉了 还是干嘛 这不是比较快吗 这不是比较聪明的做法吗 干嘛要走那么远去呢 是的 弟兄姐妹 在这过程当中 在操练我们呢 在训练我们呢 在开启我们呢 让我们去思想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可以有选择 你完全不当一回事 还是你选择 照他所做的去做 不但是对这个人 我不知道是谁 陪着他去的 门徒们也在看 耶稣所说的这个好奇怪 有没有人陪他去呢 我走到一半的时候 看到耶稣没看见了 来来来 我到你旁边 另外这边有个小 这边有池子的水 还蛮干净的 我们就这样子 凑合凑合 我们又洗了 回去跟耶稣讲说 我洗了 但是还没有看见 我们人的小聪明 可能我们就会做这种事情 但是这个人 他就到那里去洗 他一洗 回过头来就看见了 现在弟兄姐妹 出于神的话语 是没有一句 不但能力的事吗 我们真相信吗 我们真的是顺从地 我们照着去做吗 很多人问他讲说 你是怎么看见了 对他来讲 很简单地回答 有个人叫耶稣 然后他把 这个托莫的 抹在我的眼睛上 要我到西罗亚池子去洗 我照他所说 我去做了 我就看见了 很多人说 哇 这是不得了 这是神的作为啊 但也有一些人 心里面真是刚硬 他们不喜欢耶稣 听到耶稣的名字 而你眼睛看见 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见证 但一提到耶稣的名字 他们就不高兴了 所以他讲说 他是个罪人 他是个被鬼附的 他是有问题的 他根本就是一个 假先知 或者撒玛利亚人 这样子的一个 把耶稣扁得很低 然后他讲说 他是个罪人 你要说他是个罪人 你眼睛看 你跟他没有关系的 对于他来说 这个生命 是真实的 我真实看见 就是因为他的缘故 改变不了的 弟兄姊妹 最好的传福音 就是你自己生命的见证 你是怎么信耶稣的 是听了什么 长篇大论之后 是什么事情发生 在你生命里面 那个时候 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你就接受了 在那个时候 你可能是很潦倒的 可能你在一个 很不幸的 或者是在一个挫折 可能是在一个 失败的光景里面 但在耶稣进来了 我生命从那时候开始 我转向了 是他改变了我 是他改变了我 荣耀当然是归给神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最美的见证 就是耶稣在你身上 他做了什么 但是我们没有停留 在这里而已 当然很不高兴 他说 如果你今天要把荣耀 这个时候 是耶稣的缘故 我把你赶出去 他没有因为这样 因为怕这些 我已经看见 我要融入到你们的生活 我需要跟你们 在一起 如果你们不要我 排斥我的话 那我就不要承认 耶稣好了 这样的话 你们会比较喜欢我 不 那个是罪人 罪人不是 你们自己做决定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从前我眼下 今天能够看见的 是因为他的缘故 耶稣后来遇见他说 你信神的儿子 他说谁是呢 耶稣我就是 是的 只有神的儿子 能够叫他眼睛看见 能够叫他生命改变 他接受了说 我信 并且他就拜耶稣 敬拜 他不但是 跟他保持距离 或向人所说的 为了要跟他们 和在一起 所以他就 他就不信 或者是拒绝 他在耶稣的面前 真心地敬拜 亲爱的兄姊妹 让我们来到主面前 也是真心地敬拜 好吧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以单纯的信心 我们来仰望他 来见证他 他就是那位 又真又活的主 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 耶稣 我谢谢你 我赞 主 我认真地敬拜 如果不是 我们根本改变不了 如果不是 是没有人能够把我 都往回 是你来遇见我 是你来救我 耶稣 耶稣 我爱你 你救我 我要见证你 是你改变我 是你 是你先接纳 我赞你 谢谢 谢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让我们生命经历 许多试炼环境的时候 主啊 让我们不问 为什么我经历这样的事情 主啊 是让我们 在信心里面知道 主啊 在你的手中 你是将咒诅化为祝福的神 主啊 你是帮助我们生命 要来遇见你 要来被翻转的神 主啊 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环境 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 也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 主我们感谢你 是的 谢谢 是的 主啊 让我们人生里面有许多的风浪 许多的遭遇的时候 但是主啊 我们不是把困难放大 主啊 我们来是把你来放大 主啊 让我们天天经历到主 你是那位有能力 而且是有信心的神 主啊 求主来帮助我们 每一天在你的面前 我们能够谦卑降服 可以领受从你而来的能力 以至于我们会胜过 这个生命当中所有的遭遇 以坚定的信心 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 主耶稣 谢谢你 带领我们得胜 谢谢主 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也要为 主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 得到这个生命 我们来见证 我们 勇敢地 能够在人面前来见证 来祷告 像耶稣基督来的事 他就是来认证这位父的 他勇敢地在世人的面前 父要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 要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完全地顺服 今天我们生命经历了这位主 我们就是来见证他 这是一个最真实 这是一个仇敌 他不能够去否定的见证 弟兄姊妹 让我们勇敢地 在人的面前 来讲说这位主 我们再次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帮助我们刚强仁爱紧守 因为福音是你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当我们经历你自己大能之后 帮助我们勇敢地见证你 见证耶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好 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我们相信 许多的人要因为我们的见证 也来蒙恩得救 谢谢你 赞美你 荣耀归给你 亲爱的主 我们谢谢你 没有谁像你这么知道我们 主啊 这么愿意来拯救我们 主啊 你道成肉身 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 就愿意把我们 从那个黑暗当中带到光明 从恶者的权下 释放 带到你荣耀的国度 让我们从过去背路 瑕疵当中 我们可以得到自由 主这个见证 我要在人的面前 要来讲说 告诉他们 我们是自由做见证的 因为祂使我们得到自由 谢谢耶稣 奉靠耶稣基督生命 亲眼前你 我只是风温有你 求照明我心中眼睛 直到这恩赵 有何能指望 我只是风温有你 神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充满心情向前走 神知你同在永不离开我 终于心情向前走